大家好,我是Mola 今天我會為大家分享我的被動收入來源 和怎樣寧成本製造被動收入的方法 巴菲特曾經說過 如果你沒有找到一個 當你睡覺時還可以賺錢的方法 你就會一直工作到死 香港現在疫情就繼續爆發 不妨大家趁著多了時間再加工作 可以利用多出來的時間 為自己創造被動收入 我現在就分享一下 我怎樣透過自己的興趣 零成本增加被動收入 多了一份收入 其實影響的不只是多一筆錢 而是你會多了選擇 多了自由 當一個人自信了 其實他投資的心態都會強很多 而這條片我都會把我自己寶貴的實戰經驗分享出來 因為我的方法其實都比較簡單貼地 都不用投入太多金錢 甚至是零成本 如果你跟著做 我都不可以保證是很容易 但起碼一定不會太難 只要你聽完我這條片講的內容 避開一些中伏的地方 那就沒什麼問題了 如果你想了解最實用的股票街技巧 和最新的版法知識 就立刻訂閱我的頻道 這條片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什麼是被動收入 第二個部分五種增加被動收入的方法 第三個部分就是個人的經驗總結 首先什麼是被動收入呢 被動收入相對的就是主動收入 而主動收入就是我們平時上班 我們要付出時間和精力去賺錢 一旦你停止工作 你的收入都會停止 而被動收入就完全不同了 你可能只需要前期投入金錢或者時間 到某一個階段 你就只需要花很少時間去維護 就可以自動幫你製造收入 最普遍的被動收入例子就是買樓收租 很多人會誤解被動收入是前期投入時間 金錢之後就可以一勞永逸 但其實後期你也需要花很多時間去維護 當然比上班時間會少很多 就好像收租一樣 你有空處理一下租務就可以了 可能你會說 喂你明明說零成本製造被動收入 現在跟我說買樓收租 你是不是玩東西 行 現在立刻跟你說五個最簡單製造被動收入的 第一個方法是經營自媒體平台 可能會有人覺得經營YouTube或者其他自媒體 應該算是主動收入 但事實上 自媒體都有不少收入是屬於被動收入例的 例如好像我這樣YouTuber來說 我的影片開頭結尾都會有YouTube的廣告 而這些廣告是我會跟YouTube去分成 每創造一條影片都會成為我的資產 只要這條影片一天在YouTube存在 未來持續流入的觀看數量 都會為我帶來一定的收益 當然你前期要投入很多時間去拍片去累積流量 以我的例子 這一部份的收益就不算太多 所以頻道要繼續營運的話 都要靠其他來源 其中一個就是接業配廣告 你可以在你的影片上宣傳商品服務或者平台 當然你的業配都不能亂接 例如我是做財經的 之前都有一些美容的業配去找我 雖然我也知道自己很需要美容 但我絕大部份的觀眾都是關注投資為主 可能對美容就沒什麼興趣 所以我也沒有接 我只會接一些跟我頻道內容相關 或者是我認同的品牌的業配 例如近期比特幣以太幣回調很多 有些朋友想買但不敢買 現在就有些平台資助本金給新投資者 去參與加密貨幣市場 既然有好處 大家老下也無所謂 有看我影片的觀眾都知道我 有投資加密貨幣 但買賣加密貨幣的平台臨臨種種 又應該怎樣去選擇呢 而貨幣和幣安都被中國政府出售要結束中國的業務 選擇平台除了要救命器 亦需要有一定的規模 而今次我又留意了一個買賣加密貨幣的平台 想跟大家介紹一下AQX AQX在新加坡成立 作為一間初創公司和平台 可以吸力來自不同平台 例如火幣 BitsCrypto.com的前員工加盟 團隊經驗豐富 令AQX更加可以貼近市場的需要 雖然現在AQX在初創階段 平台暫時仍屬於測試階段 但AQX現在已經有提供加密貨幣的交易服務 同時亦會在2022年推出iOS和Android的程式 進一步方便用戶使用 AQX的網上交易界面更加提供滑線和不同指標 和多種加密貨幣的即時價格 方便用戶更加清晰和準確去判斷 更加準確地掌握即時走勢 AQX試力創建一個高流動性和低價差的平台 亦提供100倍無到期槓桿支持各種不同類型的投資策略 期望創作一個無論是新手還是專業人士都適用的平台 當然投資涉及風險 未必每一個操作都可以令你賺到錢 如果手續成本可以便宜一點 代表投資利潤相對高 如果你是小投資者 每一個操作都會損失手續費 如果你想選擇一個便宜的手續費和佣金平台 AQX可能會是你其中一個選擇 作為一個加密貨幣的交易平台 它的Market fee rates和Ticker fee rates 比起其他平台相對便宜 0.02%和0.04% 同時它的累積平台費都只是0.06% 幾種主流加密貨幣 AQX都有支持 包括Bitcoin、Ripple、Ethereum和Tether 很方便便可以入金 相信大家都會想 近期加密貨幣的波幅都很大 在跌市裏面投資很可能都會失利 人人都想往事賺大錢 跌市都還可以賺 但怎樣可以做到呢 AQX都可以幫到你 因為AQX可以交易加密貨幣的合約 即是都可以買跌 跌市都還可以賺錢 當然最後都會跟大家說一下 AQX現在提供Beta用戶的開會優惠 只要用我的邀請碼 AQXCBMILAYUEN 現在只要在AQX平台 完成Level2的KYC 存入50美元和達成指定條件 就可以獲得額外50美元 當首次完成手中交易 還可以額外獲得50美元 但要記得所有額外的優惠金 不可以即時提現 只要額外再賺多個優惠的錢 你才可以提現 而任何人 只要加入平台測試計劃 就可以額外有機會加入AQX Native Token的ICO 因為大家都知道投資加密貨幣要把握先機很重要 才有機會賺到高的回報 現在AQX就提供多一個機會給你提早買它的AQX平台幣 也有機會盡早加入一些有潛力的項目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如果有興趣的觀眾可以到下面的資訊欄 按連結去了解更多 說實話 雖然MIRROR都很支持新平台 但也要提大家一句 投資涉及風險 加密貨幣的波幅是比較大 所以大家最好才好好理解 以及要根據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 去選擇你的投資標的 第二種被動收入就是 架設你的網站或者Blog去賺錢 如果有流量的話 你就可以給一些商家在你的網頁 或者去你的Blog 下廣告去賺錢 你試想一下 你當遇到一個問題的時候 例如你想知道哪張信用卡入有最底 你第一個反應 一定會去一些搜索引擎搜尋 然後點開一些有關的Blog去看 如果你持續經營好你的網站 或者是你的文章有一定質素 再做好你的SEO 定期相信都會有一些流量進來 當然了 前期的投入和堅持是非常重要 而且不要為了很快地變現 而將整個Blog所有的空白位都填滿廣告 因為這樣是很影響讀者的體驗 可能他們一按進來就忍不住按上一頁了 所以如果你是商家 你都不會想在一個這樣的網站下廣告 寫網頁和Blog有三個優點 第一個優點就是 網頁和Blog相比寫家媒體內容更加詳清 很多寫家媒體的貼文都是按時間信順來排列 或者按時間信順來推薦給路人 你的舊的貼文自然流量會少很多 甚至是沒有 意思就是有一些路人看到的機會是很低很低 但Blog就算是幾舊的文章 只要涉及大家關心的關鍵字 都是比較容易搜尋出來的 而且更新舊的文章資料都非常方便 第二就是 社交平台的興衰和他們修改演算法 對於創作者的影響會比較小 第三就是 你的網站都可以配合你其他社交平台作為一個橋樑 互相促進流量去相互相成 你可以找到很多免費註冊的平台 不用付任何費用就可以開始了 例如是vix.com wordpress 或者有電商功能的webnote和wipby 如果你想要升級或解鎖功能 你才去付費也未遲 第三種被動收入就是聯盟營銷 聯盟營銷即是你和某一間公司合作 幫他們宣傳他們的商品 如果成功透過你的渠道購買到商品的話 公司就會分用給你了 一些聯盟營銷的平台網站 集合了所有種類的商品 每一件商品都有自己的抽成金額 例如是amazon都有聯盟營銷的計劃 商品可以任你選擇 只要去申請一個account 你拿到商品的銷售連結 到時你就可以四圍Pros這個連結 如果有人透過你的連結去買這個產品 你就可以獲得一定給你的用金 如果你有網頁 youtube頻道 facebook的專頁 甚至是不同的交流群組 你也可以透過聯盟營銷去賺錢 其實IG也可以 不過我的IG其實沒有怎樣用商業用途去經營 偶爾都會接廣告 但主要都是記錄我的私人生活 如果大家對我本人的生活有興趣 都可以去follow我的IG 這裡就以youtube為例 大部分創作者都會在影片下面的資訊欄 加入聯盟營銷的連結 例如化妝的KOL 會在資訊欄加入購買化妝品的連結 而旅遊的KOL 就會在資訊欄加入酒店package 或者是草非行李掃稅用卡的連結 如果有人透過這個連結 去買產品或者服務 申請稅用卡或者填文卷也好 這些創作者都會分到一定給予的用金 只要你們的影片持續有流量的話 都會有機會透過這個連結去購買商品 如果你掌握了竅門 這是一個非常不錯的秘動收入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看看我的描述欄 看看我做了什麼聯盟營銷 順便給我這條影片一個like 支持一下我的頻道 第四種被動收入就是 銷售課程或者電子書 推出課程或者出版書籍的門檻 變得越來越容易 你現在可以在亞馬遜的Kindle 或者Google Play的圖書 自己出版或者上架一本電子書 而線上課程都是一樣 你可以自己做一個網頁 或者是透過第三方平台上架你的課程 在網上上架一個課程或者電子書 它就可以全天候24小時去招攬學生或者吸引讀者 為你帶來這麼多的被動收入 第五種被動收入就是 經營自動化的網上商店 你可以開一間網上商店 平台就有很多選擇 例如很多人用Shopify或者Shopline等等 很多聰明的商家已經在用 Jobshipping模式去經營 即是接到訂單收到錢 才通知供應商發貨給客戶 那就不用入貨和儲倉的成本 也解決了現金流的問題 前期的成本投入比起實體商店會低很多很多 當你的網店上了軌道之後 你就可以外判部分維護或者營運的工作出去 如果你擁有自媒體或者個人網頁的話 對於人流客戶去你的網上商店就更加有幫助 其實以上我介紹的幾種被動收入方法 都是將你的知識和技能 甚至是你的形象打造成資產 這些資產就像房地產債券一樣 可以為你產生現金流 但也要留意一個重點 你最好選擇一些跟你興趣相關的領域去做 因為前期你都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心血才會營利 可能會是半年可能會是一年 如果你是做一些跟你興趣相關的領域 這樣你才可以更容易堅持和落在其中 你都會更加積極地回應你的粉絲或客戶 因為你的熱情他們都會感受到 除了副業之外 我都分享過七個超簡單的生活習慣 令到你收入可以大幅增加和更快去財務自由 有興趣可以看這條影片 另外如果大家想更快去財務自由 一定要及早遠離這七種令你越買越窮的物品 你可以看這條影片了解到底是哪七種 最後說回當你收入多了安全網大了之後 你的生活就會進入福利效應的正循環 我經歷過所以我都會明白 其實你不相信你都可以看我兩年前的影片 其實整個氣場都完全不同了 大家除了投資之外 不知道還有什麼興趣呢 你可以在留言區跟我分享你的興趣 我都會在留言區跟大家說一下我的興趣 那我們現在在留言區見吧 Bye Bye 如果你想學一些終身受用的核心知識 和得到我進一步的協助 可以按訂閱旁邊的Join加入會員 下次上傳影片的時間會在星期六 我們下個星期六見 Bye Bye